5月16日,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,亚洲影视周启动仪式在北京太庙举行,成龙、张子怡、陈道明、杨幂等电影人走上红毯,星光熠熠。 此外,印度导演、演员阿米尔汗、日本编剧、导演、山田阳寺等亚洲知名影人也出席活动。 启动仪式上,电影人们一同回顾了几十年来亚洲电影的发展和进步。 电影大师对话环节,中国电影导演陈凯歌已从影40年的经验,讲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一个电影工作者的影响。 文化历史的这样一个国家,我们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远古先进的时代,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,有一个特点,就是它比较含蓄。 它不大像西方的文明,所有的话都是说白了,这就是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独特的美学。 日本导演山田阳寺总结了日本50年来发生的变化。 不光是日本,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如此,随着社会的变化,人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。 小金二郎的作品中非常重视这种朴素的生活,但是放在现代会怎样呢? 这也是我心中不断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抱着这样的思考,我一直拍电影拍到这个年龄。 在中国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印度演员阿米尔汉,以导演的身份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故事所打动,我觉得故事成就了我们,而且故事围绕着我们。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,而影视会去是让我们最好的讲述故事的方式。 我们社会文化,无论在哪个国家,我们都应该持有这样一个共识, 而且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保留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文明。 当天,中国演员张子怡、陈道明也表示,影视文化的融合不但有助于艺术创作, 还能加深亚洲各国彼此间的了解。 创作的角色,其实更多的时候,我们是要接受外来的一些新的事, 去感受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。 我自己作演,其实到今五年,应该是一二十年多。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演员,因为我这几年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机会, 但我不想有许多的演员合作。 第一种的事,我们的事都是第一次设计之后的教练。 其实,我们大部分的事,在这一生后的教练中, 就是我们的这个事,要点时间。 亚洲影视周期间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、西安五个城市将举办200渔场放映活动。 届时,来自中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印度、伊朗、越南等15个国家的30余位知名影视艺术家将写作品参与交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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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